嗨,大家好,我是Chen 如果你有看過三個傻瓜這部電影 或你系上剛好有同學就是印度人 他們的數學實力應該不用我拖假數明 但你有想過他們的微積分在學什麼嗎? 沒錯!今天就要來看我非常期待的主題 JEE aka印度大學入學考試 是理工學生進入印度最高學府IIT的主要管道 在看過台大、MIT等考題之後 今天就來好好開箱 JEE的唯一積分考題 看完絕對刷新的3萬 首先我們來到第一題 JEE考試分成Main跟Advance兩個階段 那這題是來自於JEEMain的考題 當我們看到分母是有音式的 X加4跟X-3然後又有次方 有些人就會想要使用部分分式分解了 但今天的次方是分數 一個是7分之8一個是7分之6 其實不太能這樣子分解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 我們把分母的X-3的7分之6次方 先放到分子 那這樣子次方就會變-7分之6 那分母的X加4的7分之8次方就先擺著 接著我們把焦點放在分母 X加4的7分之8次方這一項 我把分母的X加4這個音式 我把它拆成兩個音式相乘 透過指數率一個分解成X加4的-7分之6次方 另外一個就會是X加4的2次方 因為這個底數相同相乘指數是相加的 我們在旁邊註解一下 by law of exponent X加4的7分之8次方在底數相同相乘的時候 我可以把7分之8拆成-7分之6跟2 因為7分之8等於-7分之6加2 那至於為什麼我要這樣子提 大家看下去 這邊藍色框起來的 是不是次方都是-7分之6 那我就再透過一個指數率 可以把這個-7分之6次方 提到括號的外面 然後括號裡面呢 就會變X加4分之X-3 那剩下的就是X加4平方分之1 再來我們思考一下 這邊有個X加4 後面這一項是X加4的平方 這時候我們就要發揮我們的敏銳度 X加4如何變成X加4的平方呢 而且是在分母是不是就透過微分 就可以得到呢 所以我把X加4分之X-3 這一項分式對X做微分 那這就是兩相除韓式的微分 就要帶quotient formula 分母平方分之上為下不為 減掉上不為下為 所以上為是1 下不為是X加4 減掉上不為X-3下為 X加4的微分是1 就除法公式 最後圍出來的結果 是X加4平方分之7 是不是就跟這一項一模模一樣樣呢 這時候我心中就萌生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們可以令X加4分之X-3這一項 等於U的7次方 那為什麼要7次方 因為這樣子帶換回去的時候 負7分之6次方的那個7 就可以被消掉了 接著我再等號兩邊 對各自變量做微分 左式就會變成X加4平方分之7DX 右式就會是7乘以U的6次方DU 最後我再把這些全部帶換回積分式 就會是積分U的7次方 負7分之6次方 而藍色框起來的X加4平方分之1DX的這一項 就是U的6次方DU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U的負6次方乘以U的6次方DU O消掉了 GEDU也就是U加C 最後U再帶換回來 而U就是我們一開始令的X加4分之X-3的7分之1次方 最後再加個C 這一題就完工了 非常精彩的一題對吧 或許你從來沒有在使用U帶換的過程中 用到除法的微分公式 而這一題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呢 接著我們看到第二題 這題也是來自於JE mains的考題 2019的考題 看起來相當的驚人 那這時候有人又想要使用partial fraction了 但我還是不這麼建議 我們可以先觀察分子的次方 一個是13次方 一個是11次方 其實都頗大對吧 那再看一下分母 這是4次方 那外面還有一個4次方 我就想先提一個X的4次方出來 那這個括號就變2加3X-2加X的-4次方 那這樣什麼好處呢 我們看一下去 分母就會變成X的16次方 那另外一個是括號2加3X的-2加上X的-4次方 整個的4次方 整個的4次方 接著我們就看出分子分母的次方都頗大 所以我現在想要降次 所以我就分子分母同時乘以X的-16次方 就把X的16次方給降下來 如此一來分母就會變成2加3X的-2次方加X的-4次方 這整個的4次方 而分子乘進去之後就會變3 那第一項叫做X的-3次方 加上第二項就會是2乘以X的-5次方 再來我們觀察 那分子是-3次方跟-5次方 而分母的次方是-2次方搭配-4次方 是不是其實分子分母是一個微分一次的關係呢 這時候心中又有萌生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們可以令U等於2加3X的-2次方加X的-4次方 馬上進行DU 就會變成-6X的-3次方-4X的-5次方 記得DX 我們再把-2偷偷的提出來 那就是-2括號3X的-3次加2X的-5次方DX 這時候余光中我們又看到這就是分子嘛 對吧 我們不禁暗自竊喜 因為我可以帶換回去了 我們的原積分式就可以被我改寫成 GU的-4次方分之 那上面的3X-3-4加2X的-5次方DX 就整個變成-1-2分之1DU 那最後就是小學生都會的微積分 -1-2先提出來 那GU的-4次方DU 把它當多項式積分來看待 就變成U的-3次方-3再除下來 最後答案是-6分之1U的-3次方 那我們把這個U呢換回來 就是紅色的2加3X的-4次方加X的-4次方 最後我們Do some algebra 6分之1括號的3次方分之1 這個-3次方的意思就是3次方 然後再倒數 接著我再把3次方向裡面的紅色部分 我想要把它還原成比較漂亮的代數形式 所以我在分子分母同時乘以X的-12次方 這樣子上面就會變X的-12次方 而下面呢乘進去之後 那如果跟不上了同學 你可以這樣子看 把12次方拆成X的-4次方再3次方 那這樣子乘進去就是紅色乘紅色 就會變得非常清楚囉 因此我們1項乘1項 第一項是2X的-4次方 加上第二項 sinX的-2次方乘上X的-4次 就是sinX的平方 再加上第三項 x的-4次方乘X的-4次方 那就是1囉 最後再加C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而第一題跟第二題 我們都不是使用Partial Fraction 我們都是使用敏銳的觀察力 以及思考力 透過U代換 以及一些運算技巧 得到最後的答案 大家不妨再把這兩題好好的看過喔 最後我們來到我最期待的第三題 有三角函數搭配多項式的分式型積分 這題是來自J1 main 2020年的考題 乍看之下相當不可思議對吧 各位不妨先按下暫停鍵自己解解看喔 好了嗎 那我要來劇透了 首先我們使用Observation 觀察如果我今天把分母拿來圍一圍會怎麼樣呢 所以xsinx加cosx對x做微分 那就可以拆成前面微分跟後面微分再相加 而xxsinx的微分可以看成相乘函數的微分 前部微後部微加前部微後微 那後半部的cosx對x微分就是複賽 這時候我們就發現sine跟複賽可以消掉了 所以微出來居然是xcosx 這時我就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如果我是說如果xxcosx就是我們今天的分子 我就可以好好爽爽了對吧 我們馬上來make it happen 我們先把圍積分式寫成x平方 over xsinx加cosx這整項的平方 在dx那我剛剛說我要把分子換成xxcosx 所以我就撥一個x過來然後直接寫cosx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還剩下一個x在分子啊 因為原本是x平方嘛 那我多成了一個cos就要除一個cos回來 那原本的這一項xsin加cos的平方 就原封不動的放下來 接著我把這個積分式分成兩堆 一堆叫做cosx分之x 另外一堆是xsin加cosx的平方分之xcosxdx 這麼分堆的原因是 根據剛剛的observation微分觀察 我就知道要在xsin加cosx的平方的這一項上面放xcosx 所以我把它整理在一堆 那根據藍色框起來的 我就知道xcosxdx就等於dxsin加cosx 它就是這樣子的differential轉換 所以前面就是積分x overcosx 那後面這一堆我就把它改寫成d 括號裡面是xsin加cosx分之-1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跟不上 我在這邊做一個note 如果我把這一項看成u 我們就會看見u平方分之1du 我們做個註解 u平方分之1du 是不是其實就是d的u分之-1呢 大家可以微分微微去檢驗一下 所以u再帶回來嘛 所以這裡就寫成d括號xsin加cosx分之-1 所以就是這樣子來的 那緊接著我們看一下去 當我寫成這樣子的積分一坨 第一一坨的結構的時候 我就會想用integration by parts分佈積分的技巧 所以我們就直接代公式 gu-v等於u-v減掉gv-u u乘v就是x overcosx乘以-1 over xsinx加cosx 這是u乘v 再減去gvdu 那v我們放進來xsin加cosx分之-1 du就是x overcosx 那前面我就整理一下-x 那我把那個cos分之1寫成secondx over xsin加cosx 加上積分 xsin加cosx分之1 那這個dx overcosx 我直接把它微分做出來 那就是分母平方cos的平方分之上為下不為 所以是1乘以cosx 再減去上不為下為 也就是x乘以cos為分-sin 那剛好跟前面就變正的了 所以就是加x乘sinx再dx 這時候我們就發現 藍色圈起來這兩項就消掉了 接大歡喜 我們繼續看下去做個收尾 -x secondx over xsinx加cosx 再加上積分cos平方分之1dx 那cos平方分之1我可以想成second平方 因為它們是互為倒數的關係 而second平方的積分正是tanx 來寫答案囉 -x乘上secondx over xsinx加cosx 再來加上second平方的積分 這個就像吸跳反應一樣 要直接反應出tanx 最後加上c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這個不可思議的積分就被我們解開來囉 我們透過一開始的observation 知道分母的微分會出現x乘以cosx 然後再想盡辦法去湊出這一項 那最後引入IBP的技巧 順利的化解了這個不可思議的積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J1MAIN超酷積分提醒分享 喜歡今天的影片別忘了按喜歡 讓我知道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Chen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